為什麼我們不進步呢? 陶傑說得對 就是因為我們的氣量太淺 眼光太短 人家好的東西我都不學 所以樣樣鬥不過日本 足球也輸了 你喜歡足球嗎? 我喜歡 我跟陶傑說足球 你看看日本的足球 你看看幣的足球 幣加貨的幣 為什麼會這樣呢? 你不要說日本 它一億人 冰到三十萬人 為什麼它會踢出來呢? 就是說跟你有多少人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人家破產 人家在冰島 你看黑羅地 原來四百萬人 就比香港少 現在我們不說了 我不要求我們祖國 我要求香港八百萬人 你怎麼會不可以呢? 他說不是啊 香港足夠不可以 我撈頭 因為我們看東西太短 沒有行心 不去法治 我不相信我們香港人不行 你說我想香港人是世界盆 不是車幕 第一 你政府知不知錢? 沒錯 第二 有錢人的賺助賺不賺助 可以而已 我們香港五大地產商 每人扔二十億出來已經是錢了 政府又加賣 拿一兩百億出來 怎麼會搞不好足球呢? 大嶼山那麼多地方可以建足球場 南華會的球場都可以改造 你起碼 你不做 因為香港人不喜歡踢足球 我說你有沒有神經病 下雨都有人在那裡踢足球 不知道多少人田雞中去踢足球 還有明星足球隊 都喜歡踢足球 不是少林足球 為什麼不行? 很多人熱愛 不是啊 足球沒有人看 當然了 我踢得不好當然沒有人看 沒錯 賭果為因 我真的很心痛 冰到三十萬人令人激動 日本人撞錯內加爾 碰你這個給你 那些大隻佬 照樣跟你喊 不怕的 我們那時候恐寒症 恐日症 為什麼? 對的 他們有很多原因 我說什麼 就是你自己不爭氣 而且一句都說了 十四億人 不要說是打世界兵 衝不出亞洲 我們中國人是很恥辱的 而且我們中國 足球你知道什麼? 是不宋是有 有 你讀水會主要是有 那就是啦 早過你英國 你有沒有搞錯 其實是中國發明的 你覺得不可以呢? 我們很多好東西是我們發明 別人外國人就不然用了 別人發明光大 我們真的很慚愧 就是要辜負了祖先的智慧 現在 經常都是向錢賺 要賺錢 賺錢誰不想賺 你真是誰人不愛國 不希望中國足球 我不管你共產黨國民黨 總之足球好我就會欣賞 我不管你什麼黨 運動 是嗎? 哪個人會不會說不愛國 你可能說我不欣賞這個黨 你有權 但你不會說不愛國 所以千萬不要說反對某個黨 黨就是當你叛國 這是錯到極的 如果還有這樣的思想 我們中國真的不進步 我看到日本 我真是佩服他 他人情和那種奮鬥心 那種走了輸了 到你那個跟蹤 執官全世界都沒有 是 是日本人 我們應該驕傲 日本人的種族在我們傳過去 是 很多好東西我們傳給他 是 當然他接受了壞東西中軍 叫他打回我們大哥 但是很多東西 譬如衛棋 人家有制度 插花有制度 查到 我們沒有的 錄語的茶經 有鬼人 究竟要煮 人家是很研究的 禮節 人家說這些莊無助 不是 人情之美 川端康城 為什麼 很多因素 電影都是這樣的 對 絕對是 你現在看看他 有個人跟我說 他那些電視劇集 拍過 什麼 解剖官 都可以拍出人情 是 人家就高 但是他的民族性 人情 是 我們學不到 但是我們學不到 你抄也抄好一點 抄也抄壞 你抄頭 你偷嘛 我也偷 你偷好一點 是不是 有些人買了回來 照深夜食堂 他們都拍得比人壞 都是比人壞 我解釋 因為你沒有人情之美 沒錯 這就是你沒有DNA 是 是 好了 說回 近來你們以前的前會長 即現在的名義會長 如詩詭先生 就很怒氣一件事 就是因為拿到道具 鈔票的事 沒錯 就捉了道具 結果那個道具 入了序 換刑 換刑 即是判刑了刑 沒錯 令到 教父你很貴 曲氣很貴 為什麼會這樣呢 也有人說 你拍戲大了 其實香港拍戲大了 拍戲又壞了 你偷偷你拍 不是拘捕你 不准你這條馬路 你試過 有經常被人說的 偷偷拍拍 警察你快點走 拍戲不是大了 沒錯 我始終覺得 我們電影行業 現在寒冬期 在這裡呼籲一下 各位電影的同業 都要拋一下成見 團結一點 搞好香港電影 不要你鬼打鬼 說一些喪氣的說話 就是攻擊自己 真正為電影出力 而自己又沒有出過力 在那裡吵天巴閉 即是我不是責爛你 你自己想想 我在這一行吃飯 是 是 你有不滿意 你可以表達 不要粗口難舌去罵 你可以表達 我不滿意 為什麼不滿意 你說出來合理 我相信田會長都會想想 但是千萬不要粗言為語 去罵罵 是影響了同業人的士氣 是 沒有的 你把我說得對 因為我們在吃那碗飯 就沒有理由罵那碗飯 你也要了解一下 因為有時候可能 你又不是當事人 你是不是了解了一件事 是 我想問 這次為什麼會告 以前我們都這麼拍的 拍了很多禍 如果這樣說 導演就死了 那些七八萬的行政銀路 大件事 那為什麼現在會告呢 這次 因為之後 我們也有跟警方 跟金管局 開了不少次的會 警方每一次開會 都重申的 他說我們這次的檢控 我們不是針對電影界 只不過他的意思 就說他是跟著另外一件案件 就牽涉到下來 那所以 阿全國不幸運 有時候不關好不幸運 亦都是突顯了 我們現在香港政府架構的矛盾性 警方他只是負責執法 告不告呢 就是律政署的 那律政署就一定要 主死阿全國 我們有 即是在行業裏面 我們都有去檢討這件事 譬如我們發生這件事 不是說一來 就我們大大聲聲會去 我們都是形帝威 即是覺得原來要申請的嗎 但是真的不知道 一直不知道 是不知道 亦沒有人通知 亦沒有人通知 亦要向金管局通知 亦沒有人通知 亦包括金管局當時公開的 亦沒有一個中文版 亦都是放在網站 亦放在英文版 亦都沒有 因為香港法例本身是沒有 中文 亦沒有道具抄 所以他的檢控裏面 他的檢控裏面只有一樣 如果金管局同意了 我們有申請過的 就沒有罪 但是在警方的 他會跌下去的 一個叫做 如果你那個象徵度高 我們就當是偽鈔 我想問 我看到有一個制片 是申請過的 他說這裏不接受申請的 那你叫做怎樣去申請 亦都不是就是凸顯了 所以 我們為什麼會這麼大反應 就是 你如果 因為有時候 他們是自打嘴巴的 那個意思是什麼 譬如你說 原來他們有強調 說 一直下來 已經有人申請的 那既然是有人申請的 你不會因為這個案件 因為他現在解釋了 他說 因為有這樣的案件 所以我就停了所有申請 那是不可能的事 因為如果 如果這個是恆常 正式有的 你不會因為突然間 有一個 有這樣的官司 然後所有的事情不准做 或者不做 是不可能的 只不過大家算了 他保鑊 我叫做 我現在聽說要上訴 是的 當事人是要上訴的 我們現在業界都是 看看在哪方面 可以支持 上訴的費用不少 會計的 因為其實也很擔心 另外一個 因為你現在是上訴的 萬一 輸了 不要說輸了 萬一是 杜巨泉贏了 我又不知道 律政處是否 已經不行 我又要去中院 這件事 打官司 就只有兩種人可以打 一 就是耗福 二 就是政府 他不用錢 我們平民 就大件事了 大件事的 那他覆合 你又要跟他打 那錢怎麼辦 所以我們都是說 為何業界會說要 某程度上 在很多的聲明裡面 都會說支持 一個這麼有情操的人 因為作為一個道具 他打工的 哎呀 我不如就認了他 就算了 他其實是在幫助我們的行業 他覺得 因為如果我認了 或者我這件事 一個是不合理的 我們為了自己的利益 而去決定了我們將來整個行業的所有的後繼者 因為你將來拍戲的人的時候 他們都要去接受一個這樣的約束 拍戲的 我們是希望我們有一個叫做空間和自由度 我明白 還有拍戲 我們總要會呈現一些是我們會踩界的地方 一定有的 因為如果不是的 我拍不到戲的 譬如說法例 我沒有說一定是法例 我們要犯法才去突顯拍戲 法例是要遵守的 但是在法例裡面的 我要去 有什麼空間 我們去做到這件事 譬如假設我要拍一個人 他突然間喪妻 然後他就不知道他走過馬路 沒有看紅綠燈走過馬路 你跟著被警方見到他 因為你有一個人沒有 我抓住他來控告他 法例是可以控告的 但是我在這裡拍戲 那是不是又是說拍戲大小 那我就是不是因為這樣 因為有一條法例在這裡 我就不能拍戲了 那就變成永遠不會拍戲了 所以我問我們在電影界裡面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 你有一個空間給我 譬如有一個申請的渠道 或者有一個協調的部門 還有金管局 開了會之後 他們有沒有什麼 feedback 給你們可以幫我們電影圈 我猜他們要說回他們的立場 他們的顧慮 我覺得是對的 但是拍戲的 我們又是說回頭 我們不是說 你說了這樣 就不要再在這個範圍裡面 去想 我想問 以前好像沒有這樣的事情 算了 下次不要了 是吧 我也聽過 下次不要了 就走了 我們也試過 為什麼要這次 所以我就說 權力不是在我們 在他們那裡 還有 所有的事情 他有豁免權 他有這樣的能力 因為告不告是在他那裡 不是在我們那裡 當然 我們是希望拍戲 不是希望犯法 我們是希望 譬如有一個部門 我申請了 你要知會了 譬如以前警方的 我們去拍戲 我們同一個叫PPRB 那你警方知道 警察公共關係科 那他會知道 他會配合你 那時候 現在沒有了嗎 現在也有 但是不是這樣的用法 PPRB照有 但是他不是為了你 白氣來搞 即是說 支持的錢又不足 其他的又不足 那你說香港有什麼辦法拍得好 所以有時候 我想問題是要有很多層面去看的 譬如政府經常說 我們有很多年輕人 他們去反政府 什麼反 我提了一個意見 是不是你會有一個聽的部門 或者去改良 修正 我想有時候 我們作為電影界 我們電影界 不是要反政府 我想沒有人 即個別人士 我不知道 但是沒有人想的 我接觸過很多青年人 也好 每個人都很愛香港 絕對 每個人都很愛香港 按据樂業 也不會說 我不想做中國人 只是坦白說 對黨有些政策不滿意 他就反對 並不是說 他要你打低你共產黨 他們都沒有這些能力 他只希望 你們能夠給他渠道 給他聽聽他們說的話 如果你溝通一下 你有些不妥善的地方 可不可以改良 那些小孩已經很心滿意足 但是問題 老爸 阿爺 就不是這麼想 我已經對你好 你幹嘛搞這麼多事情 這些是年輕人 和年老的人中間 其實沒有假幕的 你只要拿個心出來 大家可以坐在一起談 有很多事情可以發解 但是問題是 現在不是 因為你看到 民主黨的力量越來越高 我們的小孩的實力越來越低 當他高高在上的時候 他什麼跟你田雞聊天呢 他實力相差太懸殊 即是沒得打 沒得溝通 他不想聽 但是如果他肯聽一下 根本香港很容易搞的 譬如你現在 這一段日子 就已經沒有這麼累氣了 你看到沙中線這麼大一件事 如果 在上一任的特首之下 我想十幾萬人上去示威了 沒有啊 即是說 香港人都很理智的 你真的不是做得那麼差 他都不想為難你這個特首 都是有辦法談 可以大家談的 對 如果你要這樣搞 即是一個人 即是一個男人 搞到這樣 其實我們就不幸了 但是我想已經過去了 我很希望電影 真的不要這樣 下次不要搞定 以前是這樣的 人情 現在沒有了 我要告你 那你告了你有什麼益呢 他可能想突顯 我們是執法 我們是依法辦事 尤其現在 你經常聽到政府 經常說 依法辦事 那什麼時候 不是依法辦事 以前就是不依法辦事 對 你很矛盾 說這句話的時候 我們覺得 有時候 我們中國人很多智慧 香港人的智慧很高 你應該在做的事 不用去說 要不要去強調 即是說 如果是依法辦事 以前是沒有依法 以前有 那你就不需要說 以前有 該應該怎麼做 是沒有事的 為什麼現在有事呢 其實我覺得 現在就是小事化大 我們應該做大事化小 小事化武 現在化武為小 化小為大 剛剛相反這樣有什麼意思呢 其實 香港 在國際上的地位 電影工業 貢獻了很多 何理會沒有電腦 他就要靠我們的人 去幫他做特技動作 證明我們香港電影 是有貢獻的 沒錯 你講到那個慕容 我們香港 有兩個人 一文一武 全世界出名 一個叫李小龍 一個叫金融 喂 這兩位先生 李小龍沒有一個管 金融先生的管 附屬在一個博物館裏面 你去日本看看 不要說到重本聖養 道編順一 都有一個管 是獨立的 你說李小龍這些 怎麼可能沒有一個管 為什麼呢 難道做一個李小龍 做一個金融獨立管 這麼懶 給錢去買座村屋就可以了 為什麼沒有 你說好不好笑呢 是很好笑的 這是一個我們 為什麼有時候 業界都要爭取 但是 某程度上 現在的 官員的思維 我們又不是做官 他們就覺得 第一 他們不是很重視文化 第二 不做又沒事 做不好又什麼 廢事了 我四年一任 或者我做官 他他他條條 又過 又退休 又拿錢 他是想到這些 為官者 保護了自己的飯碗 不是真心去做好他 真心做好的官 就是沒有笑 是